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故事 因为讲完这些故事 会让你觉得教学其实很简单 而且用Canva很神 所以我就一定得用Canva 所以我就要铺成黄金圈的Why 以前我女儿国中的时候 她们念生物 她们有那个小圈圈 我女儿是国风、国中的美术班 我们班级就会有小圈圈 所以那个几个同学的家长 就会也很要好在一起 有一天在吉安的那个邱妈妈 跟我一样姓邱 她们家开猪算班 她的儿子是男生 我们是同一群 不是来提亲 不用紧张 不是来提亲 她跟我一样是理工男 她就有一天她妈妈就带着一袋 那个芭蕾 我来找我 邱老师 你在国小教自然科 我儿子那个生物考得烂死了 每次都三十几分 你可不可以帮他补习一下 我说我们国小老师不能兼差 兼差会被法办 但是不然这样好了 你给我两次的时间 我教他们怎么用新制图读书 所以就说好就约了两次的时间 把那四五个小孩就集合在他们的猪算班 我就教他新制图怎么用 我用的案例是他们刚好教那个生物科 教到那个血液循环 所以我就 我其实也都忘光了 我就把他自修拿过来稍微翻了一下 因为自修上面已经重点都帮你摘好了 很容易抓重点 好摘了一下呢 我就把 我其实有一个新制图 待会有空再给各位看一下 就把它整理了一下 就发现心脏其实切四块 上面是心房 下面是心室 又分左边右边嘛 所以左心房右心房 左心室右心室嘛 学义分体循环跟肺循环 体循环是送营养 肺循环是换养器的 所以大概摸清楚了一下之后 我就把故事生好了 我把那个重点都弄好 而且用谐音梗来生故事 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我们当兵 这也不是故事啊 是真实的体验 我们当兵的时候啊 那个因为我们都是大专兵 成功岭上面的班长 几乎都是那种小学毕业 就当当班长 然后当排长 所以他们会有心理平衡 你们这些大学生 我今天位置比你们高 就熬死你们对不对 所以经常就是大家集合的时候 那全联队180个人 就开始做体能 然后一下子又叫你立正 香肘转转 弄得你整天乌烟瘴气 做福利挺身 经常他在训练你的时候 比如说他就会讲得很快 一正 香肘我转 香肘我转 他越讲越快 有的那个大头兵 有点紧张或者是 听不清楚 转错了是不是 好 给我出来 全身着缸 全副武装 看到那棵大树没有 左去右回绕三圈 你们看军教片也看过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我在连队上就是碰到这样 那个班长就 你跑得太慢啊 或者弄错 你回来的时候 他还踹你一脚 让你整个 突倒在地上 那个班长很狠 好 所以这件事你看 左去右回 那所以左去右回这件事 你的左心刺出去 右心返回来 这个就是体循环 以伐 体循环 对 那个班长啊 他们在连队里面 我们都睡大通铺嘛 阿兵哥睡大通铺 他们睡在小房间 所以他们的军阶是那个下室 下室班长 所以下室住上房 上等房 小房间就上等房 所以下室住上房 下面是身室 上面是心法 所以他结构就记起来了 所以你看那么好记啊 所以你要记 你就知道心脏结构之后 你就知道左去右回 刚刚讲 怎么样 以伐 左去 大树啊 左去右回啊 他是左去 左心刺出去 右心返回来 左去右回 下去上回 就很好背对不对 口诀就出来了 背循环呢 因为有些 有些真的是天兵啦 好像那个智商不够高 我现在不能这样讲 这边没有学生没有关系 他就会听错你知道吗 听错那个班长就会骂他废误 对不对 废误 叫你左去右回你跟右去左回就做相反 所以你看废物就是废循环 跟体循环相反 右去 右去左回这样 就把那个废循环也废起来 所以 我是去南洋街补习过的学生 所以我很清楚那些老师的伎俩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当客 他会做一些道具 对不对 这是我教那个新制图 这是我教那个新制图的时候 我做的那个翻身板 我把学新制图的方法的关键步骤 导出五个关键步骤 然后我用Canva 这是Canva的图案哦 全部都是Canva的图案哦 关键核心步骤 加上Canva弄的那个示意图 然后呢 你把它做成这样的东西可以操作之后 各位那个创课教育知道吗 在做东西的过程中学习 这个是创课教育的精神 所以你看那个补习班里面 很多这样的天王巨星的那种书和老师 他就是上课先把 没有没有 这个要半天 纯字做要半天啊 前面那个整理那个也是要学的 所以当你有一些道具 学生可以具体的去摸的时候 学生的学习会很快 所以Canva真的好用 那所以我在